好 看看你可不可以做到這個答案 上一次給了這個功課給你看 我們嘗試看看你可不可以做到 對一對 看看你是否跟到我一樣 這個應該卡一卡 開始打方法 就應該等於這個用了if 然後選這個40分 中市 看看這個中市是否會大於等於這個分數 我們當然不會打分數了 就是這個 J3 不用這麼多次打 因為這個是定了的 我們給它比較淺 不動的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出現了5分 按這個數 又是給它錢 如是者呢 打下去呢 就是按B2 如果不對 我們就打回B2 B2 是否大於等於這個70分 那就給錢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出現了4指 3指 3指 又是要付錢的 否則的話 又再檢查吧 再檢查吧 那是否這個 B2 是否呢 但這個 等於50分呢 那50分呢 就不會這麼打 就是按這個了 按這個了 給錢吧 如果是的話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做個 3給它 3 又是不給 不用打的 又是給個 Cell Reference 然後呢 給個 Absolute 給它 否則的話 又查一下它 是不是了 if 又查一下它 這個B2 這個B2 呢 是不是 大於 等於 最最後就是這個了 35分 又給錢它 記住要給錢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可以出現了2字 又給錢它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 給個2 否則的話 就純粹給個1 它就算了 1就不用自己打的 而False 我們就給個1 那又是呢 給錢它 因為這個隨時可以 就是可以 給我們做改變 也都不需要跟著 Cell Copy 去到 改變Cell Address 那聽下它有多少個 括號 那又是1 2 3 4 那我們要給他 拿4個 三括號 1 2 3 按這個 如果ival 能置上回線 按Yes 如果我們整項整項整項 抄襲過去 就已經完成了 看看你是否能夠出到我這個答案 第二個就是Number of Passing Subjects 又是回答If 這個Count If 這個Range 整個Range 選擇了整個Range 這個不用付錢了 因為一會兒吸到下面 它都要相應地改變 Coma 究竟它的Critemia 這個Critemia很小心 一定要打Double Code 它是否大於等於50 三個Double Code 然後就三個括號 它就會計到有多少個4分數 大於等於50分 然後還給你一個suggestion 按照你沒有什麼錯的 按Yes 好 那我看看這些 然後就看看是否需要提醒它 這個要看 如果 等於 如果 這些4 這裡 是小於2 那就是1 這個數 是不是小於2 2 我們就這樣打類 因為它沒得減 我打個2 打給它 如果有選擇的話 如果有sell寫著的2 我們選擇 sell 就不打2 但現在沒有sell 我們就打個2 如果它小於2的話 然後呢 我們就打個yes 然後再打個remind 否則的話 它也有兩科術術合格 那就不用打1 我們可以做一個Double Code 兩個Double Code 然後就當出現沒有什麼 那麼 三個括號 按按 好 那只有1 2 3 4 4 1 那我們就完成了上一堂的功課 希望你上握到這個技巧 就可以拿來處理很多的數據 好 那這一堂呢 我們就想和你處理一個 就是我們經常地用的 叫做VLOOKUP 最後呢 我也想和你做一個 chart 那這個VLOOKUP 我們就想看看 究竟呢 是想去看一些什麼的 看 看 搜尋 搜尋到什麼數值 好像這個 要用什麼searching key 去搜尋它 那如果搜尋正確的話 即是如果搜尋正確的話 應該是否正確呢 就看看 你是哪個range 在哪個範圍裡去搜尋 如果正確的話 我會出現什麼data 給別人看呢 那這個index 然後呢 就看看 哦 究竟我是想是 就是 就是 搜尋過 那個是 真正的 數值 還是 大約數值 就OK呢 那這個呢 四個 一二三四 四個feel 就是這樣用的 好 不過用之前呢 我就想在這裡呢 做一個 就是讓你選擇一個學生 這樣就不要你自己打了 你自己打都可以 但是我們想呢 嘗試在這裡呢 這個位置呢 嘗試看可不可以呢 給那個用戶選擇 按下就選擇到 是student 什麼 然後下面呢 就會看看會不會出 如果我選擇了之後呢 那就幫我出現了呢 這個是 哪一個的 就是 學生的class 加起來 class number 是放在這裡的 那 然後他的 就是中文 英文 數學 音樂的成績 都出現在這些格 自動出現的 如果當我們選擇了這個student的時候呢 那他會自動出現這一堆東西的 好吧 那今天我們就希望做到這些的動作了 好了 那首先呢 就是看一下 我們這個的 選擇學生 那這個選擇呢 那這個選擇呢 就是在我們呢 這裡寫著 data validation 那裡的 好吧 那我們首先呢 選個data 然後呢 就選 data validation 上次都提過一點點的 對吧 那這裡呢 就是可以 有一個 就是這個sail range 可以有不同的選擇的 那就是選擇 就是選這個a18 就是這個是一個選擇 那我們出現了什麼呢 就是list from a range 那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或者list of item 那你自己打些item 那但是我們呢 可以是自己去做一個選擇的 就是list from a range 那這個做法呢 就是你看一下呢 那這裡想選些什麼range 什麼範圍了 那你按一下cursor 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呢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呢 旁邊呢 就選了 選擇這一堆 range 選擇啦 然後放手 那按ok 那我就選擇了這些range 那好像呢 一個pull down menu pull down list 那當然啦 你可以讓它自己輸入的 也都可以呢 如果你不是輸入這些 那我就recheck你的 都可以的 任你選擇 那今次呢 我們選擇 warning就算啦 但是你出不了東西 那待會有error出現的 如果你是選擇了這個 好啦 那有什麼show validation呢 那你應該就可以自己打 這個可以自己打 這一點的reminder 給對方啦 要不然呢 旁邊那些地方呢 就會出現到error 因為你都不 都不是選擇那些東西 那就ok了啊 按save 那你便多了一個pull down menu的按鈕 按下去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個pull down menu 那當然啦 它就是這樣來讓你選擇啦 這樣選擇了這個 好吧 那隨便選一個 pull down menu 這樣選一個 好啦 那選完之後呢 我就想在這裡呢 就看回呢 這裡是出現到什麼的 就是 就是 名字呢 學生呢 就會出現了 所有的都自動化了 出現了 他這些資料的 好啦 在這些資料之前呢 那我又想教你一件事喔 就是說 啊 我們可以呢 這個整個範圍呢 我們可以呢 給他一個名字 然後我們就做這個 就是 一會兒打個range的時候 那個範圍呢 就打他的名字就算了 這樣就來了喔 那我們就嘗試一下呢 就是這裡選擇了去啦 選擇了去啦 然後呢 有一個地方呢 就叫做 就是data 這樣的 那這裡 接下來下面呢 就叫做named range 那你呢 按下去了 named range 好啦 這裡出現呢 就要給個名字 那你給個什麼名字好呢 就視乎你 這個是什麼 就是你喜歡給個什麼名字都可以的 那我就呢 打回個叫data range data range 這樣打下去 那就是說這個範圍呢 我們就稱呼叫做data range 那它寫著呢 A1至A14 A1在這裡 至G14 這個範圍呢 就叫做data range 你喜歡改什麼名字 你喜歡改Mary和Join都可以的 任你改名字 這樣就按OK 好 那麼記住呢 你到什麼時候呢 就是選這個range 人家叫你寫這個range 你就寫這個data range 這樣就可以了 你喜歡改 Join Mary Peter 和Paul 任你改什麼名字都可以的 不過最好呢 你就不要格格 好了 接著確定了 好了 做完之後好像沒有東西的 那你靠插了它 好像沒有東西的 但是呢 你現在就在這張字那裡 就可以用那個term 叫data range 那個data range就代表了A1至G14 那方便你寫個名字 其實 好了 我們嘗試看看這裡 那這裡呢 當然我們就不用用那個data range 那這個就這樣 純粹是看看 如果它出現到這個 student02 那我們就來這裡 找它出來 就show它這個class和class名 那首先看看class先 好了 這個也不容易打的 不如先不要打這個 我先打中文 因為加比較難一點 那我們先看看中文 好了 中文呢 我們試試打回 用個vlookup 就是要看它出來 那麼 打回 跟這裡寫下 好像叫vlookup 那樣 VLOOKUP 首先要打一個searching key searching key 在哪裡 當然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叫A18 我先打一個searching k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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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問你 這個searching key 記得我剛才中了什麼名字嗎 叫做data range 它已經顯示了給你看 你已經定義了 叫做data range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任你追到哪裡 都不會改變的 因為它的searching key 就是a1 至到g14 好 接著 common index 是什麼意思呢 就即是這裡 要小心 這個叫index1 這個class 叫index2 這個叫index3 這個叫index4 1 2 3 4 5 6 7 可以有7 8 就是error 所以我們想出現什麼 就出現中文的分數 中文的分數是第幾個 index1 1 2 3 4 所以這個要出現四字 我們想出中文的分數 如果找到student2 就出現中文的分數 好 接著呢 最後呢 issoft 如果你不打的話 它都照是給你的 那 就是issoft 你旁邊看著 它說by default 是給了true給你的 就是找個aproximation 但是我們不想要做這個 那我一定要打回 叫做false 那一定要打個false給他 而false 意思就是說 我不要aproximation 我一定要找到student2 才給他分數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要給我了 好了 那我關上困號 拍回enter 好了 這裡會出現到54分 先檢查一下是不是 那student2 所以 看回到 咦 啊 這裡呢 我弄了 為什麼有兩個student2 的呢 這裡呢 有student2 第一個 我特地弄在這裡 這樣就出現到第一個 那你啊sir 如果我想弄個student2 的第二個 可以嗎 都可以的 如果在這裡 這個位的話呢 我們可以弄到 是出現到 第二個人 這樣 那你打個二字看看 是不是 那我就會出現到63 好嗎 那student2 我找到 那我找到第二個人 那一般呢 就這樣打個forse 就會出現到第一個分數 好 那容易理解到 是不是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想把這個 抄去的東西 就抄類似 但是 如果我想抄去的旁邊呢 你其實那個A18會跟著轉的嘛 所以我們的A18呢 最好呢 我們就給個錢給他 這樣呢 就令到他呢 不會 當我們copy 的時候呢 不會有任何改變了 那我按個enter 好 那現在這個呢 就定了在這裡了 你看一下 它是Vlookup 跟著A18定了在這裡的 Data range 都不會變的 4呢 也都不會變的 因為它的index 是不會變的 Forse都不會變 那我們嘗試一下 再拉過去 這樣呢 雖然它的分數呢 應該完全一樣的 那我們要改了 那這個英文呢 應該的index 應該是去到 1 2 3 4 5 如是者呢 這個應該是去到 英文是5來的 Enter 剛剛說是23 好 這個呢 應該是去到 第6 index 6 然後這個呢 Music 最後index 多少 應該是7 沒錯啦 應該是7 那 做了所有的 這堆東西 那我們嘗試一下 我只是專門做個 student領異 其他呢 就不會有改變的 按下去看看 Spark 會隨即 搜尋到 那些分數出來的 會跟回我這個 selection 跟著呢 就會出現到 這些分數出來的 最後來呢 我們嘗試一下 class和class number 如何表現出來的 那是兩樣東西 加在一起的 那在 很多的program的地方 那它就叫做 concatenation 就是把不同的 cell 或者string 黏在一起 那這個怎麼打呢 我們有聽到 class 在index2 另一個是index3 所以 那我們呢 將它呢 就是把這個 抄過來 那 當然不是出現87 那 它應該是要 出現的是 這個 9M 9號 9M是第幾個 那 我們呢 將這個 9M 其實它是index幾個 index2 沒錯 index2 如果打index2 它就會出現到9M 但我不是只想出9M 我想出現9M 然後加上 3 在這裡 9M 那怎麼做呢 就是將這個 這個 色 再抄一次 V6up 這個色 再抄一次 那你按什麼 用什麼手 按Ctrl C 或者Cmd 抄過去 好了 那這個 再加上 一個地方 我們叫做concatenate 什麼叫concatenate 就是將兩條string 黏在一起 OK 黏在一起 怎麼黏在一起 那這裡就看著了 我應該再打... 它的 shift 跟著的 end 按這個 你看這個 你暈去找不到 這個 通常都是在一個 7上面的 按 shift 那就可以了 跟著 把它刷回來了 vLookup 這個就把它刷回來了 但是刷回來了 當然不對 那就一定是將index 改成3 因為這個單號在index 3 按再按 enterнее 便就已經出現了9m9 fonction kln Boxika 給你看 arran 再把這個更 changer tät様的360度給你看看 是不是這樣 應該找一個vlookup 選擇A18,然後什麼範圍,什麼index,一定要有一個Force and,第二個,and,第二個,把兩個東西黏在一起 然後就re-lookup第二個,就是看回A18 然後同樣一個data range,剛才我們設定了一個data range 然後就整個index是3,就是一個班號,Force 那這個呢,就會出現到,有這樣的9M也好 我們試一下把這個改成其他,例如11號,全部改成了 11號就會改成9C,19號,然後分數都展示出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Vlookup的一個用法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looking,即是你可以選擇任何的數據 甚至是你打一些數據就可以了 不過當然啦,如果我打了13的話 這樣呢,你就會發現它全部錯誤了 因為它是不OK的 它有一個rem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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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inder就是我們剛才進入的 input must fall when specific range 那這裡呢,就是它說,你入錯了 那你要打對 選對的,那就不會有這個error出現了 那這個9C,students 12,9C 然後呢,5號,9C5號,接著它們的分數 那這個呢,剛才做過Data Validation 就是防止那些人亂打進去 那這個可以呢,按下去的時候呢,就可以做選擇了 在未給功課之前呢,都想教大家做多一件事 那就是呢,有關,我們有些數據可以拿來去到哪裏做一個圖的 那有很多圖像,我們都可以嘗試一下的 那首先呢,我們可以選擇了那些數據先啦 譬如呢,我們想選擇呢,就是中文科 整個中文科的成績選擇了它 那然後呢,我們都需要選擇那些學生的名字 那怎樣選擇了另外這裡呢 那你首先呢,你就需要按住 Ctrl 或者按住 Command 按鍵 Ctrl 是 Windows Cmd 是 Mac 機 那選擇了之後呢,按下去 然後 drag 下去 那你就選擇了兩種的資料 那然後呢,你選擇一下有個地方 它寫著是 Insert Chart 或者是插入圖像 那你按下去之後呢 那你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顯示到呢 是一個這樣的圖啦 那你都可以拿來做展輯那樣的 那我就呢,我們弄回大一點點啦 那這裡呢,可以打回圖的名字啦 那麼,就 double click 下去 你可以選擇呢,是 寫回啦 那,改回圖像的名字 叫做 Chinese Languag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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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all students 那然後呢,你就可以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啦 那你可以呢,放在不同的地方 那也都可以呢,有很多不同的顏色啦 那也都可以呢,有很多不同的顏色啦 那我都不在這裏 嘗試跟你呢,是逐個逐個按啦 因為都相當容易去理解的 那這個呢,當你完成了之後 那你就交叉了它啦 那然後呢,將這個呢,移到去 對你的位置那裏呢,放低它 那這個就成為圖像啦 那今天呢,我想請你呢,做完這個去啦 那這個Data Range呢,就在這裏 那你的名字啦,Gender啦 那那些呢,那些的 class,class number 呢,都是可以照做的 那我這裏呢,我就沒有叫你打一個 Gender 出來啦 那你可以做一個 Data Validation啦 I3這裡啦 那然後呢,就選個學生之後呢 在這裏就出現到它的class class number Test 1 的分數 Test 2 的分數 Test 3 的分數啦 那跟著這個做 做完之後又是將它呢,放在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那裏呢 那你就上載上來 那其實都不用上載上來 你save 了它 就是自動打印之後,自動save 那它就會出現到在我的 就是marking 的位置那裏啦 好嗎 好,那今堂到這裏啦